每次我也打工回来 我就看到我同学是在床上躺吃的 我已经就说你的家里人心里不好 本来今天上午没有课 然后突然间调课了 因为国庆放假 然后呢 昨天担任了店长 下午去上班 然后呢 到最后面快要上课的 快到12点的时候才发现 调课了调课的时候 然后担任了别人要去上班 但是呢那时候 就害怕他找不到人去上班 那时候奶茶店很忙 然后他突然说 那我下课了就上到1点半 然后现在我刚刚好下班 现在是1点半 没上 吃完饭的话去上课 打了个饭 就立马就提上奶茶店了 以为可以在那里吃饭了 以后太忙了 没在那里吃饭 真正 回来饭都凉了 真的工庆放假 有可能我同学不能回去 因为我家庭可能有点特殊 辅导员说我可以回去 然后呢就星期四星期五正好没有课 如果的话 那两天没有课的话 就可以提前回去 9天 我可能国庆就可以放9天的假 现在呢茶店拿捷 他说问我家是哪里的 我说是03年 他要去查一下地址 我感觉心里面得发毛 跟1点44分 还有10多分钟要上课 不要赶紧把饭吃完 要不然等下回来凉了更加不好吃 我不喜欢吃凉的饭 现在来茶店去了两个颜值超高的 小姐姐大一的 问他们要早见 早见之后呢 可能是他们课程太多了 店长不要他们 危险了 你才对吗 每个人都说了 这样的流程 Begin 词